玉礼正名代表会新科代表吴新闻 6月7号进行定期大会的质询 并表示玉礼正公所配合了农委会 鼓励农民参加农作物保险这项 保障农民福利的项目并没有大力的宣传 吴新闻希望公所能够来推广以及宣导 以降低农作物的损害 稳定农民的收入提升农民的福利 玉礼正名代表会新科代表吴新闻 6月7号进行定期大会的质询 并表示玉礼正公所配合农委会 鼓励农民参加农作物保险 这项保障农民福利的项目 并没有大力的宣传 吴新闻希望公所能够大力推广以及宣导 以降低农作物灾害损失 稳定农民收入提升农民福利 农作物的保险里面以水稻为例来讲 它政府出资的比例超过50% 最少是50% 然后所谓的弃作 弃作的业者 还有出资 所以农民所负担的比例相对比较小 那这个部分希望能够把它 把它的这个出资的比例 然后对农民的影响有多少 是方便做一个再做一个缩点 因为你目前看起来 参加这个保险的人并不多嘛 对 然后这个部分再麻烦 科长再把这个东西看 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缩点 公所表示会后会再做整理资料 推广农作物保险部分再做加强 基本上的保险是农民不用出任何一分钱 那如果说加强型的保险的话 就是农委会50% 然后地方政府4% 也是50% 那农民基本上是不用付 不用付那个保险配合 使农民能够安心种植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导